台積電熊本場將會在二月二十四號開幕 日本的熊本市長大西醫師就說團 拜訪了臺南高雄這兩地 都有台積電設廠的城市 還請益了不少 台積電進駐時要留意的狀況 高雄市長陳其邁就表示 有提醒要留意人潮增多之後的交通 因應還有環保等面向 組團來到高雄 日本熊本市長大西醫師等人 除了參觀黃色小鴨 也搭乘高雄輕軌 更認真聽著工作人員解說 輕軌轉乘捷運的動線 以及分流民眾的規劃 因為這些細節都可能成為 熊本市未來的施政參考 來到高雄前 他們先參訪了台南市 傾聽台南市針對台積電設廠 對環境交通住房等問題的規劃 大西醫師感謝台南提供寶貴意見 也前往高雄參訪 因為高雄跟台南一樣 同樣有台積電在當地設廠 高雄市長陳其邁指出台積電熊本廠將在二月二十四號開幕 但台積電高雄廠預定啟動的齊存差不多 相關供應鏈廠商也大多類似 除了交通 等面向的經驗分享 也建議兩邊強化雙方經濟合作 互相投資 讓熊本市從高雄的友好城市升級為戰略夥伴 記者溫正恆 王廷 陳顯昆 台南高雄報導